今天的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成品生活宣布 从8月份开始将有三间店铺要再关门 其实成品书局呢 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 就针对了营运效能不佳的书局 有计划的来进行授身 包含了最新宣布的台北捷运M8出口店 还有中立搜口店 以及东湖店在内 其实今年呢是一口气就关了9间书店 实体书店视为 其实也让不少的书迷 相当的感慨 尽管店面就开在 人来人往的捷运站出入口 但人潮却三三两两不多 经营效益不佳让成品决定 8月底这间位在台北车站 捷运M8的店铺就会正式起登 会有点感慨时代的变迁 就是好像大家变成是 喜欢看网路小说 或是直接从网路上面购物这样 网路比较多但还是喜欢到实体看 就还可以再翻一下 以前在敦化那边好像也有一间 然后好像也收掉 就都收掉的感觉 成品疫情下大寿宣 不只捷运站的店面收摊不完了 中立搜口店也只运营到8月23号 东湖店10月底也要关门大吉 成品生活今年大刀阔斧的计划性关店 从年初3月开始一路到6月 每个月都有门市停止营运 再加上最新公布的三家分店 等于一年内有9间店铺向书迷说拜拜 年轻的消费者他今天要找书的话 他可能就直接在网路书店上面去找书 进驻百货公司他有可能会享受到溢出的一种效果 那他进一步的去切线上的一种销售 也是一个另辟裁员 实体书局视为就连龙头业者成品也逃不过关店危机 不过业者强调现在只是在进行资源整合书局 接下来还是会开 同时搭配线上通路 未来更会进驻大型购物商场 要突破既有的成品印象 接下来继续蔡如特报道